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年后丈夫提出离婚 女子演戏给我看 陈伟与王一刚刚结婚有六年多 虽然结婚六年多了 但两夫妻之间却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 在平时陈伟也是找各种理由夫妻两个不住在一起 直到后来王一才知道自己的丈夫陈伟为什么和自己分居了三年多 这一切要源于王一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 陈伟与王一两人是大学时期的同学 在大学期间两人并没有恋爱 而是各自都有恋人 两人属于那种关系挺近的 但仅限于朋友 其实两人成为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是因为两人是同一座城市的 虽然不同学校 在大学的时候属于老乡的关系 所以平时走的就比较近 大学毕业之后两人都回到家所在的城市工作 而且都与大学时期的恋人分手 两人在之后只是在网上聊过天 见面的时间就很少了 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要是两人在工作的时候了 当时两人在电梯里相遇 才知道两人的公司都在这座办公楼里 之后两人的接触就再次多了起来 平时下班的时候陈伟也会约着王一一起出去吃饭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朋友 但通过之后的接触当中了解到对方在毕业一年多之后都没有男女朋友 当时王一就笑着开玩笑说 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 不如咱们两个凑合凑合得了 虽然说者无意 但听者却有意了 其实王一的长相非常符合陈伟的审美 漂亮活泼 在大学时期陈伟没暗恋过王一那是不可能的 在听到王一开玩笑说完之后 陈伟也就直接问道 如果咱们两个真的在一起怎么样 王一一愣 而是低下头非常小声地说道 我没想过 看到王一是这副表情 陈伟也就默再继续追问 而是直接岔开话题说道 我只是开玩笑的 之后两人就没有再说这件事 直到后来陈伟渐渐地改变了对王一的态度 王一也是发现了陈伟的改变 他在此时也大概知道陈伟是什么意思 主要是陈伟之前根本不会这么体贴他 而完全是拿他当哥们看待 现在每天早起 大部分的时候都会去他家楼下等他一起上班 下班把他送回家 平日在节日里也会送一些花 女性的特殊时期也会给买些小补品之类的 王一看着陈伟的变化 最后鼓起勇气找他表了白 其实在王一的心里虽然陈伟自己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但他对待自己的那份好 是他自己非常知足的 自打两人确定了关系之后 两人之间恨不得长期在一起 毕竟是这么长时间的朋友 爱而不得的情况是不好承受的 在两人确定了关系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两人就在全家人的祝福下结婚了 在次年也有了孩子 两人的生活可以说得上是衣食无忧 陈伟的家庭条件很好 早早的就把房子车子给买好了 生完孩子之后 孩子也是由王一的婆婆全程照顾 婆媳关系也没有矛盾 转眼时间过得很快 王一那天晚上和陈伟商量要不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其实王一是不想去的 毕竟是高中同学聚会 但最后在陈伟那里得到的答复是去的时候 王一也就去了 在那天王一打扮了一番 但到了那里之后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初恋 这个男人当时与自己分手的原因完全是异地 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恩怨 见面之后的两人一见如故 这个男生的主动让王一有些措手不及 两人在这次饭局之后也相互的留了联系方式 自打这次见面之后 王一一直都不能平复自己当时在餐桌上的心情 同学们的起哄 再加上自己在那次与他见过面之后 时不时的就会想起之前的美好 所以王一在之后只要有机会就会与这个男人聊天 后来得知这个男生一直没有结婚 两人便走到了一起 之后只要是一有机会两人就会私下里约会 陈伟也是在之后王一的手机上知道了两人的情况 当时陈伟想发作 但陈伟最后忍住了 他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与王一分居 两人的分居持续了三年多 期间王一也想与陈伟亲密 但陈伟都是以各种理由拒绝 最后在三年后王一才被陈伟提出离婚 而且还说出了他出轨的那个男生已经结婚的消息 这时候的王一才明白自己的丈夫陈伟一直在忍辱负重 他才知道这三年以来陈伟一直都在给自己演戏 最后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离婚后王一竟身出户 房子车子孩子全部都留给了陈伟 结语 每年都会有很多对的夫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离婚 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身边都有一些 在参加完同学聚会之后就导致夫妻离婚的 虽然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多 但还是有一群人抱着侥幸的心理去继续做这些事情 其实爱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 但对于那些已经不爱的人 完全可以直接放手 放手之后也许会找到全新的爱情 千万不要像文中这样的情况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虽然有句话说得好 爱之深则之切 但相对应的你的三年付出是对你自己的不值 请记住你是在浪费时间 虽然你是拖了他三年的时间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你以各种借口不用他亲近 这样更加的导致了他在外边语那个男人的疯狂 虽然最后你终于熬到了他的情人结婚 也就在这时候你提出了离婚 但你想过没有如果到你知道的第一时间就离婚的话 你获得的也许是一段新的感情 他或许不会嫁给他的情人 但我想说的是 他嫁给了他的情人的话 是百分百不会得到幸福的 这也是一种趋势 他能在你们结婚的时候就背叛婚姻 那抹取他的那个男人也是不是得考虑 他会不会在婚后出轨呢 夫妻之间在结婚之后 虽然还都是单独的个体 都有着独立的思想 也都有着各自的底线 一旦你的爱人触碰到你的那条底线的时候 也是你们离婚之时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对于自己的爱人背叛婚姻是忍受不了的 但像文中这样的在忍了三年之后离婚的 也是屈指可数的 你这属于商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类型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 说到头的还是那句话 夫妻间只有建立在相互忠诚的基础之上 才能收获爱情 不然一切都是白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面临许许多多的事情 但我想说的是 适当的放手既是放过自己也是放过他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母亲无休止索取 丈夫与我卖房搬家 母亲快回来吧 我错了 王浩与高岳今年三十多岁了 夫妻关系一直都挺不错的 但就是因为高岳母亲的问题 两人在这段时间就经常的出现争吵 虽然王浩有些不甘心 但毕竟是自己妻子的母亲 面对自己妻子的态度 他目前也只能忍着 或者是试着接受 其实王浩的情况有些特殊 王浩自幼与自己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父亲早早的就出车祸去世了 母亲改嫁 自打改嫁了之后 王浩就一直默在见过自己的母亲 一直与自己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邦氏好在有好心人的资助 让王浩读完初中之后又去读了高中 之后一直是大学研究生 邦氏也是一个挺大的企业资助的他 所以他在上班之后也默在找过资助他的人 在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 王浩的奶奶去世了 爷爷的身体不好 也就被王浩接到市里居住 因为当时王浩毕业之后就被当地的一家国企给人才引进了 当时把爷爷接过来的时候 王浩在外边租了房 一边照顾爷爷一边工作 好在王浩的薪资待遇从最开始就非常的好 在爷爷生病住院的时候也能拿出钱来治病 但在王浩工作的第二年他的爷爷也就去世了 送走了自己世上唯一的两个亲人之后 王浩精神有些受打击 毕竟自己刚刚工作 爷爷奶奶都没有想到福就去世了 那段时间王浩犹如行尸走肉一般在单位 好在王浩平时的人缘不错 身边有几个合得来的朋友 一直在他的身旁鼓励他支持他 才让他在觉得最黑暗的那段时间走了出来 只剩下自己的王浩发誓也要过得好好的 之后便在网上认识了他的初恋高越 高越也是大学毕业 带上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 和他是一个城市的 两人当时在网上只是觉得聊得来 在聊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王浩把高越给约了出来 两人刚刚见面就跟多年的老友一样 莫多久两人变在一起了 王浩在当时一直住在单位的宿舍 在最初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王浩也给高越说了自己的情况 现在自己在哪里 哪里就是自己的家 家里的父母老人也都去世了 当得知这些的高越非常的同情王浩 这也变相地激起了高越的母性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虽然爱耍小脾气 但两人也算得上是幸福 在一起一年之后 王浩求婚了高越 当时高越也就答应了 但两人之间的第一道关卡 就是高越的母亲 高越的母亲是个势力眼 更是一个偏心眼 当时给王浩提出的条件是 王浩与自己的女儿结婚可以 但是要拿出15万的彩礼 好在这几年王浩一直省吃俭用的 也积攒下来了些 之后便非常痛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但王浩给高越说的是 我们在婚后先住在公租房内 然后过今年咱们再攒钱买房子 当时高越也答应了 因为高越知道王浩的不容易 之后两人办了简单的婚礼 当时在婚礼的现场 王浩也给高越的父母下跪了 还说以后就拿你们当我的亲生父母了 当时高越的母亲也是被感动的一塌徒弟 高越还有一个弟弟 今年也上大学 高越的这个弟弟就是个小混混 好不容易上了一个大学 整天在学校也是惹是生非 每月一千多块的零花钱根本不够 只要不够就会找高越和王浩要 王浩也不在乎这些 毕竟这是自己妻子的弟弟 夫妻二人的生活一直挺平静的 但自打在结婚之后王浩发现 高越的母亲总是来家里找高越 而且每次都是心事重重的来 之后再高高兴兴的走掉 再之后王浩得知 高越的母亲是来要钱的 因为家里的房子想装修 手里的钱不够 就在这里拿了五万块钱 知道这个王浩心里有些不舒服 但也说不出来什么 总之这就是个开始 最后好在王浩赚得多 在婚后的第三年 两人买了属于两人的第一套房子 自打在买了这套房子之后 高越的母亲就认为王浩平时赚得特别的多 殊不知王浩这也是借了一些钱买的房子 在之后高越的弟弟结婚 高越的母亲又来找高越拿钱 开口就是十万 当时高越非常的不解 自己在结婚的时候彩礼 他一分没带的就留给了自己的父母 现在自己的弟弟结婚又要这么多的钱干嘛 但当高越问起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说办酒席 置办东西之类的 总是高越多问 就是高越是多不孝顺之类的 最后高越非常不情愿的 又给自己的母亲拿了十万块钱 自打这次之后 王浩就和高越说过这件事 希望在拿钱的时候 高越和自己商量一下 高越此时内心也憋屈 之后夫妻两个因为这件事还发生了争吵 在高越的弟弟结婚之后就是买房 当时他的母亲找到高越的时候 说到他的弟弟要买房 让他们给出点 其实高越的母亲是看上了他们两个的房子 希望他们夫妻两个能再搬进公租房 以后有钱了再买 但当高越的母亲提出这个的时候 高越当时就拒绝了 而是说自己现在只给出二万块钱 爱要不要 当说完这些的高越直接就被他的母亲骂算是白养你了 高越的内心也是非常的生气 因为要钱的事情 现在自己与王浩已经开始吵架了 结婚这些年自己一直不敢要孩子 也是因为手里一有钱就被自己的母亲要去 之后高越也想了 既然自己的母亲拿自己当要钱术 不拿自己当女儿 一气之下高越和王浩商量之后 便把这里的房子卖了 去了大城市发展了 其实王浩在外边一直有单位挖他 薪资待遇也是这里的机背之多 但高越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 王浩也值得同意了 之后两人便把这里的房子卖了 去了其他的城市发展 高越走之前回来了一次 给母亲买了一些东西 但他的母亲一句话都没说 高越之后也就走了 这更加让自己伤透了心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 此时高越的母亲知道高越搬走了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 却也发现自己女儿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最后还是在高越提的那些礼品当中 发现高越已经和王浩搬到了别的城市发展 还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大堆的心理话 说自己的母亲偏心弟弟之类的 只知道一味地索取自己 自己在婚后几年都不敢生孩子之类的话 高越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离开 或许自己真的在现在这座城市 这里站稳脚跟了之后 会回来见自己的母亲 给他说清楚的 结语 俗话说滴水之恩 荡永泉像豹这说的只是朋友之间 如果换作是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那就是更重要的了 毕竟父母把自己从小拉扯到大不容易 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有的父母是非常偏心眼的人 但凡事都要有个度 毕竟都是自己亲生的儿女 在很多老人的心目中 重男轻女的思想一直都有 就觉得女儿迟早是嫁出去的孩子 儿子才是自己以后应该依靠的人 但有些老人就是有这种的思想 一味的让自己的女儿补贴自己家用 而且还在自己女儿接受不了的范围内 一直在提自己的要求 不然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很多的人也都是为了 不让自己的父母再闹下去 才不得已答应 最后的结局就是回家之后 与自己的丈夫吵架 更有甚者直接闹到离婚 文中这样的情况做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好女婿好女儿 曾经面对自己母亲这么多的无理要求 她们两人也都满足了 但她的母亲并不知道什么叫点到位置 好在自己的丈夫理解自己 要不然很可能早早地就离婚了 当在最后面对母亲提出的要求时候 女儿女婿两人一商量 直接卖房去到别的城市发展 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不孝 这只是一种解脱 面对这样的母亲就是无底的深渊 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接受不了的 也是无法承受的 自家的丈夫能赚但也都是人家的 女婿在义务上并不需要赡养自己的岳父岳母 但在文中却是如此的对待 也算得尚是人至义尽了 我相信直到最后她母亲承认错误 也只是一时的 毕竟这摩多年来无知的 索取并不是她一时的糊涂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父母在所难免都做不到到绝对的一碗水端平 但也要差不多 毕竟都是自己的儿女 孝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应该具备的素质 也是一件能给自己的孩子做出榜样的事情 但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是偏心眼 或者是只知道一位索取的父母 儿女也要懂得适当的拒绝 毕竟自己还有一家的日子要过 先照顾自己的小家再考虑到大家才是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接受视频通知